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比比比目鱼 最近啊,我翻旧东西啊,翻旧东西的时候 发现了我的一个朋友啊,对,是我的一个朋友 不是我啊,不是我,就是我的这个朋友啊 他十年前写的玛丽苏小说 就我这个朋友,他对吧 就特别喜欢那些青春小说啊 什么千金大小姐大少爷的恋爱故事啊 就有一天忽然觉得他自己也可以写 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对吧 写了不止一本啊,对,写了不止一本 甚至有一部分还发在网上 就觉得自己太牛了,简直就是代作家呀 当然了,在现在看来,这写的都是什么玩意儿啊 总之就是,来公开处刑一下 今天我拿出的这本,我这位朋友 十年前写的众多玛丽苏小说之中 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十万字完结作品 没错,十万字还完结了,是不是牛X的不行 这篇我还在本字里面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画的黑历史小书签 我的天呀,这是什么魔鬼 你不要过来啊! 噢,不,总之啊,这个小说的名字叫做《虚宠公主要翻身》 其实一开始不是这个名字来着 好像是因为当时网络上玛丽苏小说很盛行 什么宠啊,少爷啊,千金啊之类的名词会比较吸引观众 所以在网上发布的时候就用上了这个标题 然后当初发表的网站是小说阅读网 但是现在这个网站已经倒闭了 我这边还有一些手写稿,但是也不是很全 这个是我在某个盗版网站上找到的资源 就没想到有一天要看自己的朋友写的小说 还要去盗版网站上看 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先从第一章开始 第一章,空同大宅 北市,空同大宅 宽敞整洁的书房 装潢精致,华丽却不是格调的摆设 无处不彰显着其主人的尊贵和高人一等 而正是这样的房间 带给人的却是想要站立的压迫感 嗯?不是 这个房间,这个房间招谁惹谁啦 阿七,二小姐可接来了 低沉而有雌性的声音 是从房间正中央的一张乌木树桌的皮椅上发出的 听声音,像是一名年近不惑的中年男人 却被高大的皮椅挡着 只能一袭看到一个略显花白的头顶 诶,等等,等一下 不对啊,我记得不惑之年是四十岁 年近不惑,也就是说 这个女主的老爹才三十几岁 三十几岁就花白了头顶 这得操多少心啊 好,我们继续啊 一身黑衣,站在门口的阿七 犹豫了几许 悄悄抬起眼 见皮椅没有要转过的意思 方才犹犹疑疑的开口 同时也将头更深的埋下去 报告老爷,二小姐他 说要您亲自前去财 什么 未带阿七说完 皮椅上的男人已经祸的站起身 低沉的声线中多了极许怒意 但仍然没有要回过头的意思 他认为他有这个权利在我面前摆架子吗 阿七没再发一言 因为他知道现在并不是他说话的时候 只能更深的将头埋下去 自始至终都不敢抬头多看一眼 不知过了多久 空气几乎要被安静的冻结掉 好了好了,你先出去吧 终于,男人又重新做回了皮椅 哎,是的,老爷 心中微微松了一口气 动作上却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阿七轻轻退出去 终于离开了这个令人压抑的房间 刚想自顾地松一口气 转身却猛地撞上了一个月白的身影 汗水在下一秒冒出来 阿七一时间愿在原地 在看到眼前身影 曼妙却文静端庄的中年女子时 更是差一点瘫倒在地 哎,哎,夫,夫人 天哪,谁能告诉他 为什么今天他会这么倒霉 没能完成老爷派给自己的任务 也就算了 还在这个节骨眼上撞到夫人 他阿七何曾出过这样的差错 这难道是老天诚心 不想让他在空桐家呆了吗 还好 被换夫人的女子并没有生气 只是浅浅一笑 没关系的 你先下去吧 说完 便越过他推门 走进了书房 哼 还好夫人脾气好 阿七忍不住抹了一把冷汗 看来自己以后要小心一点 转身离开的那一刻 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一张脸 那是一张 约莫十七八岁的年轻女孩的脸 酒红色的长发 用一只水晶夹子 随意地拢至脑后 白皙的鹅蛋脸 晶莹剔透 无关不算清晨 却也是倾力可人 最漂亮的是那双明亮的 金黑色眼睛 清澈的眼底 不然鲜沉 却装着满满的倔强 和不服输 关于这个女主的人设 我在我的图库里找了半天 感觉还是这个白橱橘的气质 跟它比较搭 就先拿来用一下 主要是那个倔强的眼神 但是这个发色和眼睛的颜色 要改一改 OK 女主目前就先这样了 毕竟我也是第一次 尝试新的视频类型 如果一件三连比较多的话 我会继续更新 后面也会单独给她 再画一个人设 所以 记得要三连支持一下呀 来我们继续啊 回家 我的家 不就在这里吗 不管你是谁 我说了我姓夏 如果你再在我面前提空城明城 那个死老头的名字 别怪 我不尊敬上了年纪的人 行啊 如果是他执意要见我的话 也可以 你让他自己来啊 要我去找他 三个字 不可能 几个小时前 在夏家上演的那一幕 仍然记忆忧心 不得不说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居然敢这么直呼老爷名字 甚至不给老爷面子的人 那可是连夫人和义少爷 也要聚上三分的老爷啊 嗯 不光你怕 我也怕呀 阿七 毕竟老爷的发型 真的会让我想起那个男人 不过 看二小姐的样子 似乎和老爷之间有什么误会 他真的是空童家的二小姐吗 老爷看起来 也不怎么喜欢他的样子 算了算了 这些都不是他一个下人 该操心的 不是吗 他只要做好 作为佣人的本分 就是了 刻意放轻的脚步声 很快便消失在楼梯尽头 空童大宅 沐浴在午后的暖阳之中 镀上一层淡淡的金色光辉 似乎一切依旧如初 好了 以上就是第一章的全部内容了 其实这个算是一个蝎子吧 碰篇读下来 感觉就是 废话有点多是吧 别的就也还行吧 嗯 毕竟下一章女主才会出镜 前方 高玛丽苏预警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我们这就发车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还有 我们下期见 再见 再见